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的学员遍布在美国 加拿大 新西兰 澳大利亚 德国 法国 意大利等欧洲一些一共十几个国家 我们是采用吸取中期教学精华的方式 在此基础上 新月汉语也十分注重培养孩子的内驱力 批判性思维 以及对孩子双母与国际公民素养的培养 那从新月汉语成立之初呢 我们就一直致力于在与在线和在校课程平行 进行公益文化社区的建设 那我们在疫情到来之前 新月汉语有很多线下的文化workshop 然后也有一些线下的活动 那么从去年疫情到来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些活动搬到了线上 举行了一系列受到广受家政和小朋友们欢迎的 在线的公益活动 包括去年五月的进行的减纸的公益活动 我们参加活动的小朋友还获得了 北美的青少年创意大赛的最佳团队奖 我们还每个月有进行一次 中国文化熏陶的公益讲座 都受到了家长和孩子们的广泛好评 那么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 请到了我们的同行学院的创始人 郝景芳老师来为我们做一次公益讲座 郝景芳老师大家可能跟我一样都 如雷贯耳这个名字 非常熟悉的名字 郝老师也是一个非常 他有非常有意思的一些经历 那么朋友们陆陆续续都上线了 那我们就在这次开始之前 在这个讲座正式开始之前 我们先有一个简单的 区别问答的一个环节 那么我会在咱们的这个对话框里 输入一个我们的这个 输入一下我们有一个请大家做的 做的一个polling 一个投票的一个活动 那大家在手机里面点开你的对话框 就可以看到 我把这个地址分享给大家 请大家点开你的对话框 那个chatbox的对话框 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地址 大家点到这个地址上去呢 就可以看到我们会开启一个投票 关于郝老师有一些有意思的问题 好那现在大家点进去的话 应该会可以看到 我同时也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屏幕哈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问题是 下列关于郝老师的描述 哪一个是错的呢 大家可以在里面做一些回答 可以点到进去吗 朋友们已经开始点击了 我们这里一共列了五个选项 郝老师在中学时代就获得了 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一等奖 那郝老师呢 后来又被北大中文系免试录取 成为了北大的优秀毕业生 同时郝老师还曾就读于 清华大学的天体物理系 天体物理中心 后来呢又在清华大学 获得了博士学位 然后就是我们大家都 都所知道的 郝老师的获奖作品 《北京折叠》获得了余国奖 成为了第一位亚洲女性 余国奖获得者 最后郝老师创办了同行学院 致力于儿童的通识教育 好像朋友们在选项B和C之间纠结 怎么会又获得了 作文大赛一等奖 在文科方向好像很有建树 咱们又会获得了清华大学的博士学位 好那这个问题我就暂时留到这里 然后呢我把话筒交给郝老师 郝老师可以给我们做一下您的简单的介绍 然后给大家煎一下蜜 好的 哈喽大家好 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周日下午好 刚才这几个选项 其实蛮有意思的 我不知道是多少人参与了投票 似乎投出来最多的是 这是我自己最真实的身份 我自己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本科 天体物理中心做的硕士 后来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读的经济学博士 最后是拿到经济学博士批业 所以这个选项是完全正确的 我在中学的时候确实获得过新概念 作文大赛一等奖 当时确实如果我要是学中文系的话 对上升学是有一定帮助 但是因为我一直是理科竞赛班 我还是很很希望能够读物理系 所以高考就还是按照普通高考去走的 考的清华大学物理系 没有进入北大 我先生是北大的 所以呢我跟北大也算是有一定的渊源 但我不是北大的学生 算是北大的媳妇吧 余国奖这个是真的 很多人也都就是没有选这个选项 表明大家还是知道余国奖这件事情 最后这个同兴学院 是我现在在做的全职工作 我创办的同兴学院 目前在全力以赴做儿童通识教育 做通识教育呢 这个一个原因是我自己有两个孩子 现在女儿六岁半上小学一年级 儿子两岁半还没有上幼儿园 所以也很想给他们创造一些好的 这个教育课程内容 但是我绝对不是只给自己的孩子 在做这件事情 更多的是在为中国在国内的其他很多孩子 因为呢大家也知道 在美国那边上学 可能从小在学校里面的通识教育机会是很多的 因为他们不只是学习这个语言和数学 还花很多的时间去学习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关知识 但是在中国这个中小学里面 学习通识教育的部分是非常少的 语文数学英语就占据了绝大部分主要的时间 剩下能够有一点这个体育和画画就不错了 但是真正关于科学发展 关于这个当代社会 关于人类历史 关于各国文化等等等等吧 还有关于这个艺术鉴赏啊等等 这些方向的学习在中国的中小学里面是比较少的 所以我还是蛮希望能够给中国的更多孩子 拓展视野培养思维 所以创办了同兴学院 对所以正确答案 B选拳是错误的 我不是北大毕业的 我是中华毕业的 好谢谢郝老师 那我现在把这个共享屏幕交给您好吗 我就取消了 好的 好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共享屏幕吧 可以 好的 好 那我今天其实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就是如何让孩子真正爱上学习 这个问题可能不仅仅是说中国家长非常的紧张焦虑 很操心 可能在美国的很多家长也很操心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家庭 不管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最关注孩子学习的 所以我自己今天其实分享的大概是这样的几个问题 第一是孩子为什么不爱学习 第二是学习内趋力的几重来源 后面就是如何让孩子爱上学习 以及我们自己现在做的一些事情和愿解 首先就是孩子为什么不爱学习这件事 我还是比较赞同人文主义的观点就是没有坏学生 只有遇到困难的学生 我记得人文主义教育家阿德勒曾经有一句话非常著名 就是每一个所谓的问题孩子其实都是一个气馁的孩子 他在积极向上这件事情上面遇到了挫折和坎坷 所以他采用其他的方式表现出来呈现为问题学生 所以我们带着这样的视角去去关怀孩子的话 会看到和日常生活中很多父母反应非常不一样的一种视角 首先就是其实在生活里面我们经常见到这样的父母的很自然的反应 就是把孩子厌学不爱学习当作是孩子自己的错误或者毛病或者问题 也就是说孩子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我们就要解决孩子 然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们会把孩子不爱学习归因为第一是孩子自己态度不好 他不好好学习他故意的 第二呢是归因于他天生就笨 第三呢是归于这个孩子他的这个成长发展中受到什么影响 以至于性格特别叛逆 那么如果你对孩子不爱学习做出了这样的归因 这个解决方案也就会变得非常的明显 不好学习啊态度不好怎么办呢 欠揍我把你揍到好好学习为止 那如果笨怎么办呢 笨还不多刷题啊笨鸟先飞 那别人学一个小时你得学五个小时 如果觉得这孩子性格叛逆怎么办呢 那就找人管呗 我家长管不了我找更厉害的人管 所以很多家长就用这样的一些比较简单粗暴的方式去对待孩子 让孩子学习 最根本上是他们的归因认为孩子不好好学 不爱学习是孩子的错误 但实际上呢 在真正的生活里面 通常出现的情况是 孩子本身没有问题 孩子就是好孩子 但是他不爱学习是因为他面临很大的困难 这个是说孩子自己不是这个问题的来源 他只是站在了很多的 呃 站在很多的坑面前 他前面是泥潭是大石头 他过不去 那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认知去看待孩子的话 其实产生的这种解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就不是去要揍孩子 而是去帮他去解决困难 看他到底遇上了什么样的困难 他有什么坎过不去 他前面是什么石头 你帮他搬开石头帮他去过这个坎 那他可能就能够去呃喜欢学习了 所以如果一旦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知上的转变 就会发现说 其实那种不爱学习的孩子 反而不应该是我们要去揍的孩子 而是我们要去抱一抱 我们要去安慰和鼓励的孩子 比如说孩子遇上什么样的困难 会不爱学习呢 首先可能是心理压力 就是这个学习的任务太多了 太学习任务太重了 或者说学习比较困难 他学不会 他觉得这个任务对他来讲压力太大了 那这种情况下孩子就可能会退缩 会这个知难而退 而不是知难而上 第二呢 是孩子可能有情绪上的困扰 他跟家长发生激烈冲突 或者跟老师发生激烈冲突以后 他自己的情绪很糟糕 非常的沮丧 或者情绪波动不稳定 然后自己没办法处理这种 这个情绪的困难 第三呢 是这个学校的学习真的很没有意思 他觉得完全没有兴趣 学校学的 学校可能教的确实比较枯燥 第四呢 可能他有一定的人际的困难 他和其他同学在一起的时候 会遭到嘲笑呀 或者是 他会那个 就是有这种比较的压力 同伴的压力 然后或者呢 他会有自信心不足 就是他把心压力认定 觉得自己能力不行 觉得自己不聪明 学不会 所有的这些都可能是孩子面临的困难 因为有这些困难 所以他不爱学习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想要让孩子爱学习 其实最大的应该做的是帮他把这些石头搬走 帮他去化解压力 如果他这个学习觉得压力太大 太多了 太困难了 我们说给他任务减少一半 他可能一下子就觉得释放了 他就可以去学了 然后他的情绪困扰 我们去帮他去舒缓情绪 让他平静下来 让他能够宁静下来 就是稳定下来 他缺乏兴趣呢 我们给他一起去用游戏力的方式去找点乐子 去建立兴趣 如果他这个人际 跟同学的人际有困难呢 我们至少亲子父母还在 能够跟他增强亲子的连结 他的自信心不足呢 我们去让他增强自信心 给他搭建合适的脚手架设置难度 那所有的这些方法 其实都是用更加关爱的方式去帮助孩子解决困难 我原来有一个比喻 就是孩子面对的这些困难 就像前面有一堵一堵的墙 他本来就过不去 这些墙都已经要倒下来 压到他身上了 父母呢 在后面还要推着他 还要逼着他 父母也变成另一堵墙 那两堵墙往中间一加 这个孩子就被碾碎了 从此以后 他对于学习就再也没有信心了 所以我们在 他面临很多墙的压力的情况下 父母拖住他 父母帮助他 那父母和孩子 这个态度其实是帮助孩子能够解决问题的很大的因素来源 其实在生活里面对于很多孩子 他如果基本的这个 基本发展是好的 你帮他排除了这些困难以后 他你都不用去促进他什么 不用给他讲道理 他自然而然就会愿意学习了 这个就是我们人本主义教育观的一个基本信念 是说每一个孩子 他内在心里 其实都有愿意自己更好的这个心底愿望 每一个孩子 他内心深处 其实都是希望能够超越自己的 孩子心里面 这个向上的欲望 是一个根 每个人心里都有的这样的一种积极的力量 这种力量 其实是让孩子能够主动超越自己 化解困难的一个本质因素 所以我们父母呢 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 真的不是没有特别多 我们想要就不需要给孩子讲什么大道理 你只要帮助孩子去化解了这些困难 并且发现那个他内心深处 自己想超越的这种力量 他就可以自己推动自己去学习了 这个是一个从最基本上 我们父母如何去看待孩子 的学习困难问题 那么从具体的 就是更加积极的 我们如何去促进孩子的角度上 说呢 孩子的内趋力 他有几个来源 一个是连接感 一个是自我效能感 一个是自主感 这样的几重来源呢 它是目前的这个心理学 一个比较主流的理论 自我决定论 里面提到的这个基本理论 自我决定论会讲到说 这个人的内趋力效果是由于外趋力 外趋力就是我们常说的讲诚这些 这些其实还是需要用的 也很好用在生活里面 尤其是像我们成年人工作 也是需要公司给奖金的 如果公司完全不发奖金 就让一个人听自觉 那么很多时候 大家是不满意的 外趋力不是不好 但是外趋力 它通常没有长效的效果 而且有的时候呢 它会对内趋力 有一定伤害的作用 而且外趋力 在孩子学习的时候 其实经常是不太好用的 当一个孩子 他真正厌学的时候 你说我给你那个发钱 他也不足以让他愿意学习 然后如果你要是真的就是去打他 他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害怕 但是后来你真的给他打得 很麻木的情况下 你越打他越不学习 所以呢 这个外趋力 在促进孩子学习这方面 经常是无效的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更加得需要 就是去发掘孩子的内趋力 让他去能够爱学习 那么一个人的内趋力 不管他是成年人还是孩子 不管他做什么 其实几个基本因素都包括 连结感 自我效能感和自主感 这个是德西特他们的 这个自我决定论里面的主要发现 也被很多其他心理学理论研究所证实 我下面就会用我们日常生活的话语 去讲一下这三个感 分别都是什么 连结感 其实我被我称之为爱的力量 也就是说与他人的情感连结 也是一个人人生的重要动力 这个是我们做很多很多事情的动力 像我们自己一个人踢足球 没意思 但是跟兄弟们一起踢足球 就很有意思 大家一个球队相互加油 这种情感连结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力 像我们现在一个家庭 夫妻之间的情感跟孩子的感情 也是我们自己想要去奋斗的一个很大的动力 那么这种爱的连结呢 在孩子的学习里面也很重要 我们知道孩子他其实最容易喜欢的学科 就是他跟这个老师有连结感的学科 而如果他能够在家里面跟家人 跟父母双方至少有一方 有非常强的爱的连结的话 那么这种爱的力量 其实是让孩子愿意去学习的一个很大的动力 尤其是当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 这个跟孩子在一起 这种爱的力量是帮助孩子解决困难的 很重要很重要的因素 这个有一个我自己的生活里面的例子 我女儿现在上一年级 她在学习有一段时间 她学习也遇到困难 她也不爱写作业 她也有一些地方学不好 所以就非常非常的抵触学习 那这种情况下呢 我首先是作为母亲 跟她这个情感上面建立连接 然后跟她一起去做游戏 然后去帮助她解决 当她感觉到妈妈和她在一起的时候 她后面就会卸下那个心理的抵触和防御 然后慢慢的去愿意接受 说这些任务还是需要完成的 然后慢慢的去不断的提升 在这个里面呢 其实她的这种力量 我们用一个比喻可以来形容 就是孩子他遇到学习困难的时候 就好比他在海上滑着一艘小破船 那这种情况下 父母如果你站在岸上说 你怎么能滑到那么慢呢 你怎么这个你滑不好的话 我揍你 父母越是这么说 这个孩子越感到无助 越抵触 但是父母如果跟孩子讲说 没关系 我跟你是站在一条船上的 那个我帮你 有我在 一定会好的 我们一定能滑到对岸去 那么父母跟孩子站在一起 站在一条船上 这个是对于孩子能够有克服困难的勇气 是一个莫大的帮助 所以连接感呢 实际上是当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 最简单有效 直接的这个力量 以前在一个综艺里面 复员会的爸爸就讲过 以前他女儿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考试考最后一名 他爸爸不但没说 他还说闺女没事 这个那个 爸爸帮你 咱们明年肯定能那个考办理第一名 然后就是他的这种给孩子的支持 就让复员会后来有很强的这种学习的动力 所以我们当察觉到孩子有这种厌缺的情绪的时候 或者说有很多压力与困难 是产生退缩感的时候 那么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建立一个爱的连接感 让孩子有这种爱的支持和力量 第二点呢 就是这个孩子的自我效能感 他其实是一种能力动力 就是感觉到我自己的能力 感觉到我自己能够不断提升和进步 这种时候呢 才愿意常常持续的努力 这个拿一个游戏的比喻 就是说他一个玩家觉得我自己 我能够把敌人给打败 我能够去不断的提升等级 我能够打越来越厉害的敌人 这种升级的感觉 是让他不断持续玩下去的一个最大的动力 那在生活里面呢 我们会发现孩子如果他不愿意学习 经常是孩子感觉到自己学不好 就是或者说老师给提的这个要求 自己达不到 然后觉得自己能力不行 那越是这种情况下 孩子他其实本能的反应 就是这种挫败感给他的本能的反应 是我不学了 我根本就不要学习 这个我不学 我还能够再找点自信心 我一学的话 这个挫败感特别强 就不愿意学了 那这种时候 父母怎么让孩子 能够有这个能力上面的动力呢 其实父母应该有这个能力和意识 去帮助孩子控制难度 控制一个任务的难度 让这个任务的难度 能够匹配上孩子现有的能力 他除非是他已经完全对一个任务 那个做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再鼓励他去突破一下自己 举个例子 好像小学低年级 很多学校都给这个孩子提这个一分钟口算要达到多少题的这个目标 那这种目标呢 如果你让孩子直接就去达到一个最高的要求 孩子经常可能是充满了抵触 但是如果你给他的这个任务是比较简单的 比如说最开始可能只是一次做十到二十道题 当他能够非常充分的完成 一点都不觉得困难的时候 可以鼓励他自己去提升一点挑战 说哎那这回今天咱们要不然多做一点提试试呀 然后如果他这个能够一口气做的题比较多了 再可以跟他一起说 哎那咱们要不然计个十 咱们看看那个今天算多长时间做完这些题 然后第二天看看有没有比前一天快一点啊 当他能够开始做的越来越快了 然后也能做完了 再去追求准确率说 哎你看你现在做的又快又多 那咱们看看是不是准确率能提升啊 就是说把很多的比较困难的事情 变成一些非常小一点的任务 能够让孩子每一次完成这个任务 都不成问题 这个他的能力是在这个任务水平之上 或者是差不多的 那他完成了任务之后 再鼓励他这个去去向上面做一点追求 这种情况下孩子就总能觉得 我棒棒的我棒棒的 我又厉害了 我越变越厉害 他就这个信心就是在这样不断的 这个小的任务中去积累的 那但是父母有的时候会有一种反向的 这个反向的负面激励是什么呢 就是孩子好不容易做完了一些题 不行那个你看这个你你还离我 要求的目标还差这么远呢 你离老师的目标还差这么远呢 然后孩子做到疲惫的时候呢 呃也是一直在说不行不行 你必须得要一次性完成多少才能休息 然后孩子好不容易做完了呢 是说不行你做太慢了 咱们现在再重新继续做这个要提升速度 然后孩子这个已经疲惫不堪了提升速度 然后最后还要看准确挑准确率说 你看做错了两道题不行回去重做 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够全对了再拿回来 这样的话孩子每一步都感觉的是挫败感 就是挫败感加上挫败感 无论怎么做都不对 无论怎么做都达不到要求 无论怎么做都觉得自己还是不行 所以他就越做越没有兴趣 越做也没有信心 他就会越来越不爱学了 所以呢我们其实这个在学习里面 是这个脚手架理论 我们真正让孩子合适的一个进度 是他总能感觉自己很厉害的 这样的一个进度 然后呢去鼓励他自己 再不断的去追求提升 为什么孩子喜欢玩游戏 沉迷游戏不能自拔 就是因为游戏把这个数值能力 做到非常之精细 他稍微的练一下 这个又打得好一点 稍微练一下又能提升 稍微练一下就又有收获 所以他就总有成就感 游戏就是靠一个不断升级的成就感 来一直牵引你一直往下学 但是我们生活中的父母 经常是让孩子有不断的挫败感 还想让孩子一直好好学 这个是很困难的 我们就是要控制任务的难度 哪怕孩子比别人落后也没关系 让他一点一点提升 能够感觉到自己的进步 这个是让孩子有动力的 一个很大的来源 像我也有很真实的 这个咨询的故事 就是这个妈妈开始很焦虑 这个孩子在班里是非常落后的 这个成绩上面都不太行 但是我就说那你让他自己 跟自己比 然后呢你让他能够相信说 每天进步一点点 进步一点点 只要每天能进步一点点 他早晚有一天会变成非常厉害的人 然后这个妈妈就真的这么尝试了 他就跟孩子一起去这个商量说 我们怎么能每天进步一点 然后呢让这孩子相信说 只要每天能有进步 未来就会变得很厉害 这个孩子现在就真的很有这种自觉的动力 也会特别特别的在乎自己每天的那个 这个进步的那个那个表 所以后来这个孩子现在就很有这个自主的动力 像这样的一个case 我们下周也会在 本周吧就会在同学学院公众号上 也给他完整展示出来 最后呢是这个自主感 自主感也是孩子生活里面的掌控感 因为其实每一个人 只有自己主打的人生 才是愿意持久付出的 被安排的被掌控的 就是你总在别人的命令底下 或者是别人的这个指令底下 别人的控制底下 在这样的生活里面 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压抑不舒服 然后呢也不会愿意真的付出精力 就是对付差事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中 都是在追寻自己的某种自主感 掌控的感觉 自己选择的感觉 自我的感觉 孩子其实也是这样的 孩子会非常非常需要一定的掌控感 如果他觉得自己完全没有掌控感 做的所有的任务 都是这个老师和家长给分配的 然后每一个时间都是被别人所主导的 那么孩子他其实就会转化为 用很多很多的小动作来寻求掌控感 上课的时候再画画 然后看别的书 这个写作业的时候玩笔 玩上两小时 其实这是一种无声的这个这个表达说 反正你让我做着写作业 我也能够自己选择 我到底要不要写作业 我玩笔也是一种我自己的自主选择 所以呢他就会觉得我哪怕玩笔 我也比听你的命令强 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如果让孩子把这个写作业 变成了我就是一个屈服于别人的命令 我自己就丢失掌控感 让他有这么一个这个条件反射的话 那他肯定会愿学的 所以我们不能把写作业 让他变成一个就是非常非常 那个失去掌控感的这种事情 就是还是需要让他有一定的自主权 自主选择 虽然我们不能说完全说 哎你爱怎么你的人生你自己过吧 你想退学在家玩也也随你 可能我们还是会有一定的边界 但是在这一定的边界里面 我们尽可能的支持孩子 他去主导自己的这个学习 比如说他自己去决定我什么时候写作业 我什么时候那个学习 我学习的进度是什么 我哪一刻多花点时间 哪一刻少花点时间 在这样的一定范围里面 你尊重孩子的意思 让孩子自己学习 就会发现他其实挺有学习动力的 他自己会他会愿意有一种说 哎这事是我自己决定的 然后呢我把它给做好了 他的这个成就感也满满的都在自己身上 所以呢我们在一定范围内 可以更多的和孩子平等讨论 支持孩子的计划 这个也是刚才说到的那个真实的案例 就是一个落后的孩子 怎么让他有这个对进步这件事情的 长久的一个兴趣 就是妈妈跟这个孩子 其实是平等的在协商一个计划 咱们接下来要干什么呀 我们明天我们要怎么做呀 我们自己怎么制定这个这个这个计划表 然后每天跟孩子一起去去去去回顾 也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呢 呃家长和孩子是平等的关系 且家长是帮助孩子执行他自己的计划 那么孩子一下子对于家长就不会有那种 特别强烈的呃这个这个抵抗情绪了 因为家长他是帮助孩子的 他是支持孩子的 那么孩子还是能有自己的一个自主的人生 所以孩子你就会发现孩子的效率提升了很多 他的这个主动意愿也提升了很多 呃在这种情况下 更有可能让孩子产生这个长久学习兴趣的 是孩子开始自己去选择他未来想干什么了 他未来这个人生想往哪个方向发展 当孩子有这种意识的时候 他的那种动力真的就是这个燃烧起来的 他就会发自内心的想要学好多好多东西 因为这些都是为了他人生选择去服务的 比如说这个孩子他想当一个动画导演 他就会自己去学画画自己去学学很多的技术 你不让他学他也非要学拼命学 你不学不行 这就是因为所有的学习是帮助他实现他自己人生人生目标的事情 那么学习就是变成了让他自己变优秀的工具 什么时候我们能让孩子找到真正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自主感 他学习就不用担心了 学习就都是他自己的事了 当然这个不是特别容易 很多孩子很小的时候 他还没有这种人生目标呢 那么我们父母也没关系 我们可以慢慢等待 等他自己找到这个人生的长久志愿 我们这个人生长久志愿更不能是塞给孩子的 我说你应该抱有伟大的理想 我跟你讲你就必须当个律师 当个律师这件事才好 所有被塞进去的理想都不是理想 这个被塞进去的理想只会让孩子产生更大的这个叛逆心抵触感 孩子他自己找到的这种人生目标 才是他愿意持久付出 并且才是他愿意持久学习的 我们给孩子这样的机会 等待让孩子自己去找到 所以呢 刚才讲到了说 这是从心理学理论上 如何让孩子产生内趋力的三大主要来源 那么我们父母和教育者应该怎样去做呢 其实从这三大来源 我们就会看到他是一个人人格的三个方面 一个是关系向性 关系方面 一个是自己的能力方面 尤其是思维能力方面 最后一个是人格方面 就是一个人的这个独立自我的发展 如果这三个方面都发展的好 其实一个孩子几乎是肯定很有内趋力的 我们也有的时候看到说 有人好像也轻轻松松 不太费力 这个也自主学习 学得很好 但是那样的孩子可能就是非常非常幸运的 这个家庭 家庭关系也很好 父母关系也很好 这个亲子关系也很好 然后呢 从小可能父母也给他有很多的这种思维能力 潜移默化的培养 以至于他的这个学习能力不费劲 然后总是能够有成就感 最后呢 是父母可能刚好家里面也是比较宽松的范围 支持他去独立选择自己的人生 这几个条件他刚好都很幸运的都有了 所以这样的孩子也没怎么费劲 就自己学习 学得还挺好 但是我们也知道说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是这样的 可能有些孩子天生就会遇到更多困难 有些家里面家庭里面也有比较多的困难 但是即便是有很多的困难也没关系 只要在这个这些方面注意我们去努力的给孩子 创造更好的环境的话 孩子也是可以去找到他自己的内驱力的 这几个象限其实跟孩子具体学哪个学科 是奥数还是学语学语言还是学英语 都学汉语还是英语没太大的关系 然后更多的是一个孩子 他从他心理成长认知成长 他的大脑发展 他的人格成长 从这些方面上面去下功夫 所以呢我们做父母的 我还是比较希望父母能够有一定的心理学理解 脑科学的理解 然后这种理解你会能够更好的帮助孩子 去走出他自己的人生 然后能够获得内驱力 在这里面呢我想提两点 第一点就是思维能力 抱歉有点嗓子呀 思维能力这一 就是像这个亲子关系方面 我讲我就今天略过了 因为亲子关系这两年讲的 有很多人讲的很多了 它其实就是一个情感连接和安全感 然后这个思维能力呢 怎么让孩子总觉得自己很有能力 前面我们提到能力动力 那么这个脚手架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就是总是鼓励孩子在现有水平上挑战一点点 也就是说他有一个舒适区 我们给到他的所有学习 都不要离他的舒适区很远 让他在舒适区前面有一点点学习区和挑战区 他做一点点学习一点点挑战就有提升 提升之后变成新的舒适区再提升 千万不要让孩子进入到恐慌区 那么这个脚手架理论呢 它其实还有一个更加专业上面的 更加专业方向的应用 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孩子的这种思维能力的发展过程 我们给孩子最好的启蒙和学习 是跟着他的思维能力 他的认知能力我们到了哪一层 我们给孩子哪一层的学习 比如说很多家长在中国有很多积雪的家长 就一定要让孩子比如三四岁 就要这个数学学到两位数加减法 什么这个我孩子都四岁多了 还不会两位数加减法太多后了 其实这个事情就是从脚手架理论上 它是超越了孩子正常的认知思维发展能力的一个过程 因为其实孩子的数感 他两岁多可能才刚刚建立初步的数感 两岁多的孩子你让他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他还都是乱数一气呢 他基本上还数不清楚 你让他到了三四岁的时候 他能够认认真真数数数数清楚了 他能够完全理解这个数量关系 这个数感发展起来了就已经很不错很不错了 你让他四五岁的时候 他能够有一个数量操作的概念 就是这个加和减能放在一起 有一个这种操作的概念 他就已经很好了 在此基础之上 他的发展加法 其实是他这个数量操作的这个思想意识 到了一定程度上 他会自然而然涌现出来的这样的能力 就是这个数量的多少的加减 然后呢更复杂的加减法 是在此基础上在继续学习的 所以我们就是我自己 为什么完全不鼓励这个太过的超前学习呢 因为太过的超前学习 他其实某种程度上一定是有一定的填压 不排除有天才 确实有天才 但是我说的是正常孩子 其实是跟着孩子的这种认知发展的走 在他现有的能力基础上提升一点点 这是最高效的学习方法 他会用很少的时间 就能让孩子学的东西学的很多很扎实 另外呢就是这种底层思维能力 因为就是如果一个孩子 他在他跟随他大脑的认知发展 能让他把底层思维能力建设的比较好的话 这个有一个跨学科的思维能力 他将来在学校里面的学习就会不费劲 不费劲就比较容易能够产生学习动力 什么是跨学科的有效思维能力呢 他其实就是像通识教育里面 非常提倡的一些这个明晰的思考 比如说我能够用什么样的证据 能够推导出什么样的结论 那么这两种观点 我如何分辨一样一个观点是否正确 如果我有一个假设前提 那么他应该能够有什么样的现象 我是否能够去对比现实和我的推导 就是像这样的一些思维能力 其实他是在语文阅读 英语阅读 在数学学习 在物理学习 在每一个学科 其实都会用到这种明晰思考的能力 除此之外呢 有一些创造性思维的发散思维能力啊 这个感受审美能力啊 和他人的表达能力 沟通能力 对他人语言的理解能力 这些能力 其实他都是跨学科有效的思维能力 而且呢 他也都是能够随着孩子成长过程中 去逐步锻炼的 比如说我家小朋友 其实从来不上任何的这些 这个数学提高班啊 英语提高班 英试提高班都不上 但是呢 我会一直很重视和他的这种对话 语言对话 因此呢 他现在其实对于他人的理解能力是很强的 所以他数学老师和语文老师 在给他讲新知识的时候 讲所有的这些新东西的时候 他在学校里面 并不觉得听讲有任何困难 所以他很容易能够听讲能听懂呢 他这个学习起码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 像这样的一些这个理解能力 他更多的都是在生活里面去锻炼 是是是最好的 父母跟孩子的对话 父母在生活里面去加强引导 其实就是能够让孩子锻炼很多的底层思维能力 我们曾经总结过12种思维能力 观察观察归纳 逻辑推理 观点辨析 想象发散 这个感受审美 还有这个解决问题等等吧 这样的一些思维能力 他其实都会让未来的学习事半功倍 最后呢就是讲到这个人格方面的培养 很多时候这个父母讲说 我们家孩子其实学习没什么困难 他觉得学习挺简单的 但他就觉得学习太无聊了 也不知道学习有什么意义 所以他不爱学 其实这个学习的意义感 是所有厌学理由里面最核心 就是最最难解决的 因为如果你真的不能把这些学科学习 放到一个更广泛更大的这个视野范围里面去看的话 就会觉得学学校那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呢 学三角函数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我知道历史年代有什么意义呢 学这些东西好像跟我生活有什么关系 一点关系也没有 所以很多孩子他都是因为找不到意义感 所以对这个学习一点兴趣都没有 那怎么让学习有意义 让学习真正变成一个 就是孩子自发觉得他该学呢 其实最重要的是要你拔高孩子的认知 让孩子有一个比较大的格局和视野 他知道说 这个世界是这样的 我们今天的世界是这么发展过来的 那个当今的世界 都有哪些哪些的那个规律啊 哪些机会啊 我自己作为一个个人 我未来跟世界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呀 我能解决世界的什么问题啊 那么我进入这个世界里面 我想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啊 我想跟世界发生什么样的这个交互啊 当他开始有这种比较宏大的格局和视野的情况下 他就会知道 OK这些学科 所有这些学科都是建立我们当前世界的 必不可少的这些这些支柱 然后以及他会知道说每一个学科都可以帮助他 选择自己的未来的人生方向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学习 其实就是一个人让自己变得更优秀的 所有的这些工具 以及学习 学这些知识 都是让去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 那么世界有这些问题 我要去解决问题 我才需要学习 我自己有这样的这个这个梦想 我想要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人 所以我才需要学习当只有当他这么理解了 他才觉得学校的这些学习是有意义的 是对自己有帮助的 想要让他建立起这种这个这样的一个人格的意识 除了让他看到更大的事业世界格局以外 也要加强对于他自己原认知的理 就是引导 原认知就是对自我的认知 我是个什么人呢 我喜欢什么东西 我不喜欢什么样 我学什么东西 我擅长什么样 那么我有哪些的习惯呀 我未来想成为什么人呢 就是这些原认知的理解 以及批判性思维对于思考深度的引导 都能够让他加强自我反思 最终他从一个人的层面成为一个更加完整的人 再从这个用这样的宏观的认知去引导日常学习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通识教育和平时的学科教育 它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通识教育其实就是让人看到更大的图景 并且呢把自己自我当成一个完整的人看待 把所有的学科都放在自我成长 这个这个主题底下去理解 它其实是可以串联各个碎片化的学科 并且让各种学科学习变得更有意义 我我自己其实对于通识教育的认同 也是因为来自于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体系 当初我在哈佛大学做过半年的访问学者 也是仔细的去看了一下他们这个哈佛大学通识教育 红批书里面的讲述 它其实最核心的就是讲通识教育培养完整的人 它是要把科学人文艺术都当做对于一个人不同方向 思维意识的培养 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理解各种各样学习 其实都是对自己有好处的 所以我自己对通识教育的定义就是 它是真正让孩子爱上学习的教育方式 它能让学科学习更有动力 也同时更有效率 让未来的人生更有内屈利 那么同兴学院我们现在在做的是什么事情呢 我们就是给孩子去建立这样的通识教育的体系 我们希望是让每一个孩子自我实现 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的这种学校的教育系统 它是一个选拔功能 只会恰恰选拔出一些最厉害的孩子 但是呢就会让大多数孩子都觉得 我自己这个没有什么太好的出路 然后呢让很多孩子都对于这种学习是失去兴趣的 但真正意义上的好的教育系统 应该给到每一个孩子更好的机会 让每一个孩子都觉得我有自我实现的可能性 在这种情况下用这样的一个自我实现的动力 去引领自己的日常学习 所以同兴学院本身的一个教育目标 就是自我驱动的学习 我们定下来的几个教育目标的维度 是学习品质思维能力和知识素养 其中学习品质是最内核的 就是why为什么要学 它涉及到学习动机和原知的部分 思维能力呢就是中间一层怎么学 那就是我们会着重培养的这些通识的思维能力 最高一层次的知识素养就是学什么 它会涉及到很多专业领域的知识和这个专业的素养 我们现在提供的是科学人文艺术 这个很大图景的一些知识学习和素养提升 所以同兴学院我们在做的事情 分成教育者教育和儿童教育 教育者教育就是给父母和老师做教育 希望父母和老师都能够更多的去从心理学层面上去理解孩子 看见孩子尊重孩子 因为呢我们知道说你只给孩子做课程是完全不够的 还得要让这个孩子的人格成长能够获得支持 所以得需要父母真正从心理层面上去鼓励孩子自我实现 另外呢我们去做儿童教育就是直接给孩子搭建课程体系 那么希望这些课程体系能够启发孩子赋能孩子 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 让孩子有更高的格局和视野 并且呢让孩子获得更高阶的一些思维能力 像创造性思维 然后让孩子有更多的选择机会 也让孩子能够真正为自我的人生做出这个明智的选择 所以我们的课程体系会分成这两个方向 一方面是儿童课程 一方面是父母课程 绝大多数课程都是线上教育 在线课 包括音频课 我们的AI课就是我们自己做的APP 还有包括我们在线的项目之学习PBL课 让这个孩子就是通过在线的方式跟老师的讨论 去完成一个项目的研讨 我们的线下课更多的就是营地课 寒暑假东夏令营 那么父母课程这方面呢 我们有给父母在家里面去带孩子阅读的亲子半读课 然后还有专门引导父母去学习 心理学的不焦虑父母俱乐部 这个不焦虑父母俱乐部呢 是用线上社群共学的方式 三年时间我们去引导父母读75本书 这75本书涵盖心理学脑科学 教育学认知发展学 这个科学理论啊等等 基本上都是我来做领读 然后引导父母再去做讨论 其实就会希望这个三年的共学能让每一个父母都更好的理解自己 理解孩子 因为理解这个基本原理 所以知道怎么样的育儿是比较有效的 所以就会不焦虑 那么最后我们还有亲子的营地课 也是希望能够促进亲子关系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给孩子的课程进阶体系 三到六岁呢 我们更多是希望亲子启蒙 我们会给孩子多学科的知识普及 会本阅读和亲子活动 这个多学科的知识框件的搭建 其实是参考了这个IB国际教育体系 然后是主题式学习 让这个孩子有这个科学人文艺术多领域的知识输入 六到九岁呢 我们是会演用人类文明史 搭建这个跨学科的知识体系 就是我们的时空之旅和经典之旅 让孩子更多的是去跟历史上的大师 去进行学习 包括古希腊的思想大师 古代的朱姆百家 还有近代的所有的科学家 这个历史思想家 文学家 艺术家 跟着这些大师去学习这种思维方法 然后呢把人类文明史串起来 也是科学人文艺术的跨学科的综合性知识体系 到了九到十五岁呢 我们就会给孩子这种兴趣实践的机会 由科学人文艺术很多领域的 这些项目去学习的小课 那在这些课程里面 其实我们就是会去鼓励孩子 希望孩子能够发现自己的人生方向 产生出发自内心的这种学习动力 到了十五岁家 我们其实蛮想做生意外教育 就是孩子的这种兴趣方向 能够有进一步真正的机会 将来可以连接到他自己人生的职场发展 对 所以这就是我今天大概分享的主要内容 就是同行学院的一个slogan 就是同行学院爱上学习 我们希望真正由内而外 从心理层面上鼓励孩子 这个引导孩子的人格成长和自我选择 然后从能力层面上面 给孩子建设他的思维能力 我们通时就是提倡通时教育的思法思维模型 十二种思维能力 然后最终的是从专业素养上面 希望给孩子带来一个最广阔的世界里面的 所有这些学科科学人文艺术 能让孩子打开视野 看到更大的世界 并且能够在这个世界里面 做出人生的明智选择 成为一个完整独立的自我 对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关注同行学院的公众号 就是扫描这个二维码 我们会在这个公众号上 发出非常多的父母教育的和儿童教育的内容 传达我们的理念 并且去给父母一些实用的这个干货指导 而且最近我们这个不焦虑父母俱乐部 也刚好是在这个推广时期 有一个比较大的折扣 其实对于孩子学这种心理学感兴趣的父母 可以加入不焦虑父母俱乐部 跟我一起共学 不感兴趣 因为我焦虑 我是焦虑父母 我要成为不焦虑父母 那你隔壁呢 你不是阿玛朗上超多这些free的 对 我们不焦虑父母俱乐部 是这个线上 通过线上微信社群的方式 然后也有很多的海外父母 其实加入我们 24小时都有人讨论 所以其实如果感到焦虑的父母 或者生活中有很多困扰 其实可以加入这个共学俱乐部 和其他的家长一起去讨论学习 好了 那我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 非常感谢郝老师 特别精彩 我们在群里面也有看到很多家长 在里面互动 然后谈到说今天有很多受益匪浅的 得到了很多受益匪浅的信息 你看我们也有很多家长 现在在我们的chatbox里面也讲 好像是豁然海浪 然后我们这边有家长刚才在问 您刚才讲到12种底层思维能力 然后我们在 新岳在这个我们的雅基群里面 跟大家已经分享了 这12种底层思维能力是什么 那郝老师能不能用简单几分钟 也跟大家稍微讲一讲这个是什么 没问题 那个就是我们是分成四大思维模型 批判性思维 创造性思维 成长性思维 社会性思维 其中批判性思维更多的是一个人的理性层面 我们这个它有基本的三个思维能力 是观察归纳 逻辑推理和观点辨析 其中这个观察归纳 就是其实归纳和演绎 不好意思 归纳和演绎呢 是近代科学发展的两大这个基础思维 这个是从17世纪 笛卡尔他们在总结认识论的时候 就已经发现这一点了 归纳就是能够真正从很多现象中 去提炼抽取 这种抽象的规律的能力 演绎呢 是从一个基本的假设或者公理 一条一条非常非常严谨逻辑的往下推 这样的能力 现代科学大厦整体就建立在归纳和演绎 这两个支柱上 那观点辨析是什么呢 是对于很多并没有一定 唯一标准答案的问题 很多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 那么不同观点之间该如何比较呢 其实就会看到说 有多少证据能够支持 其中的一个观点 那么这个观点 相互之间的观点去比较 他们各自的优劣啊 不同的角度啊等等 它其实可以让我们对于很多复杂问题 形成更加综合立体的判断 这是理性层面 批判性思维的部分 然后呢 在创造性思维的部分呢 我们其实提的三点是 发散 就是发散想象 还有这个 这个这个审美 感受审美 以及解决问题 那这个其实一方面是和我们的人文艺术创造有关 因为创造性思维很多时候是你要创造自己独特的作品 那么你的一个这个与众不同的发向想象能力 是很重要的 实际上每个孩子都很有这种发散想象能力 但是我们成年人因为太按部就班做事了 经常自己把自己套路了 所以就这个发散能力发散不出去了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去保留自己的这种发散的创意的能力 然后感受和审美对于创作作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像那个很多的人 这种人文艺术的经典 他都取决于这个创作者本身内部是不是有很强很强的这种感受能力 情感感受能力 这个审美的感受能力啊等等 这个很多东西是不能完全量化的 但是呢当你感受能力非常强 你就能够感觉到这个 情绪的部分 美的部分 善和美的部分 那这个对于真正将来的这种艺术类的创造 是至关重要的 没有这一点 其实就没有任何后续的这个创作技法上的事 第三点呢是解决问题能力 解决问题 这件事情其实它也是一个 嗯就是需要一个人有很多创造性思维的 我们经常在生活里面遇到一些吵架的问题 就吵架的事 家家里面经常吵的不可开交 你对还是我对 但是呢实际上这个是大家都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 经常是能够想到一个 哎很好的方案 你也可以满足我也可以满足 大家的这个诉求都可以满足 但是这种能够想到一个创意性方案的能力 就是嗯 它是需要培养和锻炼的 但是需要经常你有一些 哎我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 大家一起去商量啊 头脑风暴这样子去去去去思考 它就是一个从问题出发导向的一种思维方式 呃成长型思维呢 更多的就是我们会强调这个孩子的一个自我认知 不好意思 这个我们对这个孩子的 哎看一下 孩子的自我认知其实他会分成这个呃自我力 我稍微找一下哈 稍等 这是呃成长型思维是更多的是关于孩子和自我 那这个呃我们定的是三个吗 一个是自我认知能力 一个是情感理解能力 一个是选择判断能力自我认知能力 他就是一个孩子的原认知 他能够多大程度上能够自我描述自我理解 情感理解能力 这个更多的是和孩子呃去认知情绪与情感 并且和他人也有这个呃同理心这这这样的一个能力 他能够去更多的呃从自我的内心出发去嗯怎么说呢 这个这个这个其实是和人文理解的很多东西有关包括这个人类的一些价值啊 然后这个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这样的一些呃 这个这个情情感感受 然后除此之外呢 呃还有一个就是判断和选择能力 这判断和选择能力 其实他也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说去寻找正确答案的一个呃判断和选择 而是在一个复杂情境中基于自我去去做判断和选择 这个在就是情感理解能力在和判断选择能力 在哈佛大学通识教育红皮书里面 其实有蛮多这方面的说明的 他就是说一个受过良好教养的人应该能够达到什么叫做受过良好教养的人 就是他能够去更广泛的去理解人类 然后并且去做出这个自己的判断和选择 呃对然后这些呢呃我们的一个培养方法 更多的也就是让孩子不断的从一些人文经典里面去体会 这个这个自我与他人 最后像社会性思维呢 我们会把它定义为是呃就是一个人与他人的关系 和与这个社会关系的一些思维能力 包括情境分析能力 价值推理能力和表达沟通能力 像这情境分析能力呢 他和我们的这种试卷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总是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情况 像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在一个公司里面就会遇到说 其实没有正确答案 而是你要把多个复杂的维度综合起来 然后去分析出里面的所有的这些优劣呀呃那个呃情情势呀等等 那价值推理能力呢就是一个人的这种信念信仰的层面上呃能够去知道说哪些价值是最核心的 哪些是最对于所有人最关键的表达沟通能力 这个不用说了这个就是一个人与他人交流交往的能力 所以像这样的一些底层思维能力呢 有一些能力是跟这种学校的学习关系最紧密的 有一些能力他可能不能直接体现在学校的试卷里面 但是他一定是对于孩子的人生发展或者说对于他在生活里面成为一个比较成功的人是最有帮助的呃 然后我现在把这个我我看看我能不能把那个这个图发的群里 你可以把图发的群里对对嗯然后我们转给大家来转给 嗯我是发到zoom的这个聊天里面了就是把那个图发的zoom聊天里了嗯 呃然后我看到呃有问说呃孩子去遇到了哪些问题可否举例哈 我其实写我家孩子遇到问题还写了不少 就是他刚上学刚上学的时候有那种自己这个完全不愿意写作业 然后后来那个上了半个学期也有那个遇到困难就是挫败感 呃就是甚至有点厌学这样子的过程 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没有特别特殊的方法 就是第一陪伴第二是跟他一站在一起 跟他用游戏的方式增加这个趣味性 然后呢呃鼓励他并且那个降低他的心理压力 然后让他去看到自己的这个成长和进步 然后让他能够开始理性就是理性的提升 然后去更多的替自己未来思考 呃他其实有前两天有一个话让我自己还蛮惊讶的 他小学一年级嘛那个我跟他去聊这个这个人 不是他问我说妈妈人应该是跟自己比还是跟谁比 我说对就是应该跟自己比啊 那你跟别人都没有可比性 这个每个人学的东西的时间长短啊什么都不一样 然后他说嗯我觉得人要跟变成别人的自己比 我就问他说什么叫变成别人的自己 他说就是一个未来的自己 然后呃他说呢未来可能有一个好的未来 一个坏的未来就像一个比赛一样 他要去超过那个坏的未来 要追上那个好的未来 我说哦也就是说这个人生有很多种可能性 你要自己去去选择那个更好的可能性 是是要跟这个可能性去比吗 然后他是表示肯定的 所以当他讲出这样的话的时候 我会觉得他其实已经有这个理性 能够用理性来指导生活了 理性的意义就是他能够自己去思考 说什么是对自己来讲真正那个呃更更更更有好处的 然后并且用这样的一个分析来指导自己的生活 所以呢这种理性的提升和成长 也是让他去克服生活中的这些 觉得有些枯燥啊乏味啊 嗯这个作业太多呀困难呀 然后这个呃有时候自己学的不是特别好的挫败呀 就这些东西其实最终都是靠理性来超越的 谢谢哈老师啊 然后我们家长在群里很热烈啊 有好几个问题呃有家长刚才问呃 说家里有一个很有一个就是符合完全符合 Dr. Sears的这个定义的高需求宝宝 然后说比如说不管大人要求什么全都是no 所以他就想问您一下关于这种高需求宝宝 有什么特殊的指导吗 嗯其实我家小朋友小的时候也是这个高需求宝宝 就有些女儿想起来小的时候就是各种一一言不合就趴地上哇哇大哭 然后脾气特别急也很倔 但是其实我觉得长大了慢慢就好了这个包括小孩子的这些他自己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不配合呀脾气呀或者是他的这些反应到最终都还是需要他自己靠他自己的头脑发展 靠他自己的大脑发展他自己的前额业发展他的理性发展全靠这他自己的大脑才能超越他的这个呃日常生活里面的所有不快乐 那那这种情况下呢父母也也不需要说太紧张焦虑就是跟孩子不断的去通过交谈通过去促进他的这个大脑的理性思考 促进他的自自我的这个思考和发展那么随着你就会发现特别明显的随着他这个呃大脑越来越 进化 就是他的前额业开始进化了他就越来越能够自己控制自己的行为呀自己去做出呃很理性的沟通啊等等他的这些问题就就都没有了就没关系 然后另外从一个角度呢我自己觉得小孩在小的时候两三岁的时候 什么都弄弄弄弄挺可爱的那个这个是他们宣示自己的宣示自己主权的一种方式就是因为小孩两三两呃一岁半到两岁是他就已经开始有自我意识了两岁两岁多的时候他就非常非常有说哦我能够自主有这个自主感 因此你会看到他提很多的要求说我就要这个我就要这个我就不要我就不要 然后呢这是表明他说我是有自己自我意识的我就想要按照我这样去做 这是好事这是在孩子认知发展的角度上来讲绝对是进化的体现呃你会看到上机器人 AI他无论多聪明都进化不到say no no no这一步这AlphaGo你要是什么时候跟他说下围棋他说no no no 那这AlphaGo才可怕呢他他这个才是真正进化了但是呢人工智能就永远进化不到婴儿这一步 就是他没有自我意识和自主性的觉醒 所以其实我们如果从一个觉醒的角度去看待小孩这个两三岁的这个no no no的话会替他鼓掌庆贺这是人生里程碑 你成为了一个这个进化了觉醒了的大写的人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小孩的这些嗯就是所谓的terrible tool嗯其实挺可爱的 我家儿子现在刚好就在这个阶段我不要洗澡不要穿衣服我不要出去玩我就要这个我就不要我就要天天都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就觉得这不是挺可爱的吗这个小孩就就这样这这才可爱呢对吧他比他比一个娃娃可爱的地方就可爱在这些地方所以呢大人放轻松一点就就行嗯他有些地方你不能答应 就还是不能答应嗯他他脏了你你不想吸他不想洗澡你也给他扔到澡盆里去这个这个大人还是可以按照自己该干什么干什么但是呢就是在这种时候两三岁的时候一定要开始尊重孩子的呃尊重孩子就是跟孩子一定要开始平等对话协商只有通过这种平等对话尊重协商然后跟孩子不断的去交流你才能让孩子的理性发展就是这一块 前额叶大脑底下这这一块发展只有他这一块发展了将来他四五岁五六岁六七岁以后他才可能用他自己的前额叶让他自己变成一个小小的社会公民开始能够跟其他人理性交谈开始能够自己控制自己的行为开始能够自己为自己的这个呃做规划呀做打算呀等等 所有的这些真正高级的能力都是靠孩子自己大脑的前额叶发展 谢谢谢谢哈老师可能我们作为呃接受传统的中国教育的家长我们都会经历一个要转变自己看待孩子的方式的一个过程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管理孩子最轻松的方式就是我提一个要求孩子能够照着去做就是最理想最轻松的方式 那实际上呃像您刚才讲的这个可能呃发动孩子自己的内驱力然后他自己的理性呃成长了那么今后他是应该是有自己的动力能够更好的选择自己前进的路和方向的好呃呃然后我们还有一位家长问呃呃您刚才讲的这十二种底层能力和呃Howard Gardner 提的这个multiple intelligences 有没有关系有没有什么关联呃呃我自己觉得这个multiple intelligence 他更多的还是讲这个每个不同孩子都有自己的天赋我们可以让这个孩子其实找到他自己天赋方向包括他这里面讲到的那个有音乐的音乐的那个天赋呀还有这个什么空间能力可能比较导向数学呀还有这个语言呀等等那么找到了这些天赋方向其实就是你你的这个多元智能嘛那他可以让不同的孩子按照不同的这种 天赋方向去去发展去培养呃但是我想强调那个底层能力呢更多的是一个跨学科的跨学科指的是说这些能力你可能是在学数学和学音乐和你的日常生活里面都需要的一些能力我举个例子像这个呃就是逻辑能力逻辑能力不好的话你这个语文阅读也做不好数学也做不好 而且其实在这个音音乐真正在创作交响乐的时候他是就会需要有很强的这种结构性和逻辑的能力呃你编程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这些能力呢我自己觉得是第一是每个人都可以有第二是每个人都需要 所以我觉得通识教育的通应该指的是一个呃部分学科部分领域他对我们都有帮助的一些能力的培养 谢谢然后刚才有家长在群里面问因为我们在呃新月的微信群里面在分享刚才呃郝老师讲的这十二种底层能力包括一些其他的信息呃如何加入这个微信群呃大家可以欢迎大家添加小叔老师新月汉语的小叔老师的微信呃我一会儿在我们这个讲座结束的时候也会给大家发一下呃会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新月汉语的二维码大家可以加几位老师的联系方式然后我们就会拉您入群呃好然后 呃郝老师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吗还有一位家长想问关于同行的一些绘本主题的分享 呃对这个同行学院我们原来推出过一百本同行书单的绘本推荐这个是给三到六岁孩子的那个呃主题绘本我们当时是按照五大哲思问题25个主题去进行的归类和推荐呃这个五大哲思问题是我是谁我在哪里 我如何看待世界世界什么样还有世界的过去与未来呃然后这个这个这个这些绘本呢我们每一本绘本都做了一个半读半读就是说家长在读这个绘本的时候怎么跟孩子去读除了你可以给孩子念一遍以外还可以跟孩子有一些背景知识 比如说有森林主题的绘本那可以给孩子去讲讲关于森林的各种知识呃还可以跟孩子去讨论一些关于这个人和自然的关系啊这个植物的生长啊等等 所以我们就把伴随每一个绘本家长可以做的这种阅读拓展呃都都都都拿一个那个就是做做成了这种绘本半读的文章然后其中就有一些背景资料还有给家长的一些建议你可以跟孩子怎么去交流呃我们就做了这100本的绘本半读课 其实就是希望能够让家长在家里面带孩子阅读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比较方便好用的一个一个工具吧呃只然后有很多的这个海外的家长他在海外买不到这些因为都是中文绘本呃是有也有一些是国外翻译回中国的绘本但是中文的所以他们经常是让国内的人人肉出去这100本绘本但是现在疫情呢估计人肉也人肉不出去所以不知道 国外能不能买得到但是我们这100本绘本的半读就是那半读文章在同兴学院的公众号里面其实都可以查阅的到所以他里面的一些方法就是你带孩子阅读时候怎么通过一些启发性的问题这个启发思考然后跟孩子交流就能够培养孩子那12种底层思维能力这些方法都在那些文章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好的好谢谢谢谢郝老师一口气儿跟我们讲了 一个多小时家长说好辛苦让您喝口水吧好呃非常感谢再次感谢郝老师我们都感觉非常的受用然后我自己也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刚才您讲的呃我我自己感觉比较感触比较深就是您讲到这个格局视野就是讲呃帮孩子去理解他和世界之间的关联这样他才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要学习像孩子现在可能呃如果是在小学可能还没有没有想到这么具体的问题 那等他到十几岁他上中学我觉得他的挺呃学习的内容会更难会更枯燥那孩子很可能就会问到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的重要那您对家长有什么样的建议吗在这方面在这方面其实我是觉得我们做父母的 嗯可以不呃当然我不让美国的那边学校可能他有比较多课余时间在中国这边学校很多时候父母把孩子的时间占的太满了让这个孩子呢就一直都在跟学校课业这点东西打交道然后这样的话孩子他其实接触不到这个世界上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呃就就就就很难那个找到这个学习的意义然后我举一个特别小的例子就是大家可能知道 那个现在电影有很多特效那些特效呢现在都是拿CG做出来的所以其实那些呃我们看到那些电影大片也好动画也好现在其实他都是这个电脑工程师做出来的这些人呢就叫做技术美术他们本身都一定要是艺术出身他们都要绘画画然后呢他们会编程画画所以这种工作就会非常非常的这个稀缺就很难 很难招人然后要是那个有这个优秀的技术美术师他们就叫artisttechnical artist这像这些人的话其实就会呃非常非常的就未来很吃香在中国就更是了全国可能也就能有几百个能称得上技术美术师然后都是高薪成品也也拼不着那你想他本身又会画画又会编程这种人哪找就特别难但是你像在技术美术里面他们就会用到呃就是房间 房间里面要是做一些这个房间的建模都是用三角函数去算的那为什么要用三角函数呢因为你只有用三角函数你才能做一个正确的这个建模你才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新的场景然后让这些呃这个在空空中的各种效果它是真实的那这种情况下就知道了哦三角函数有什么用啊三角函数可以帮我们去正确的理解这事物的空间关系 三角函数也可以让我们正确的理解这个事物的一些呃呃轨迹运动轨迹呀等等它就是我们一个很好用的工具如果要是一个孩子他一旦说知道了哦原来我们看那些英雄大片是拿三角函数算出来的他就不会觉得说这个三角函数是一个这个这个过时的一个这个呃垃圾信息这个老师要让我们学这个是因为老师要为难我们家长让我们学这个是因为家长跟我过不去就孩子他不会 这么理解了他就会知道哇这个是一个这么好的工具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父母如果想让孩子有这样的那个呃认知的话其实让孩子多接触各种各样领域的这些这个新的发展变化呀一些新的信息呀让他去试试这个试试那个他就会在这个过程中明白说哦原来我想要做成一个厉害的人我必须要学这么多东西我有这么多积累我才能成为这么一个厉害的人 他就有这个这个认知就会愿意去学习了 你好我想问一个问题我那个小孩他没有学中文但是我很喜欢你的那个思维还有一些就是看法和想法做法什么的像这样的情况 我我我我我当然会中文我也可以参加你们那个看你们的网站啊还有活动啊什么的 我我我怎么能够让孩子接触到您的这个思维还有这个很多对他人生的一个开启 但是他只会讲听和讲但他不会看和读谢谢呃我不知道这个孩子多大我们其实就八岁以下的小孩子的话都可以听我们的音频课就是我们有给孩子的现在做了六百多节后面还会继续做音频这些音频课会融入我们 很多的那些那个思维引导的方法比如说给孩子抛出一个科学问题然后一步一步引导孩子怎么思考然后去讲 一下科学家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就会把我们很多思维培养方式融到音频课里面这个倒是不需要这个呃看和读所以这个小呃小朋友可以去听一听事实就是同行学院的小程序里面就有我们的所有音频课呃对在微信搜同行学院然后小程序里面就有音频课嗯后面我们还会不断的做新的音频课 除此之外 可以去培养一些思维方法的呃对所以可以可以试一试吧看这个孩子能不能呃听得懂这样的一些中文 好的谢谢就是上同行学院是吧然后这里面的资源都可以找到对然后就可以让他哦OK好谢谢 太感谢了我觉得听了那么多 可以说几半场吧各种的中国的美国的什么澳大利亚什么的反正因为现在 网络很发达吗又是疫情什么的反正就是说没有边界 嗯我我个人我是非常欣赏您这个就是说整个的一个 那这纵向和横向吧我觉得我我我觉得从我自己也是我们都是从那个 人生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像每个人都可以发展他不需要天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嗯谢谢 好那我今天就到这里了大家拜拜 非常感谢哈老师 那我们的呃听众朋友们呃我们现在呢也还是继续会有互动环节 因为呃其实我知道今天来的朋友们都是非常爱学习的但你今天的学习效果怎么样我们可以来测试一下哈 所以呢高老师会马上再给大家发一个互动的链接 那的话呢我们可以回应一下看看今天你最有收获的是什么 我们在这里也要特别感谢 好老师在 星期一的早晨7点钟 来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场讲座 呃将近有呃 呃一个一个半小时 那么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 我们的合作伙伴们 呃包括 呃 盘石卓尔 Ustrung Academy 比邻学院 还有来自清华 还有哈佛的一些好朋友们今天 过来听讲座 哦高老师您mute掉了 哈哈不好意思我是mute了 对我今天觉得最大的收获也是呃关于孩子的这个格局视野 郝老师所讲到的我们要帮孩子呃因为可能对我们承认来讲我们已经对这个世界有了几十年的 一个认知和理解 一个认知和理解有很多的 的积累但是对孩子来讲呢 他很多对世界的理解是需要不断的积累起来的所以我们可能 要帮他去理解他和世界之间的关联是什么 这个也是我今天最大的一个 感触一个收获 然后刚才大家提到的这个12种底层思维 我想回去呃 也可以我们也可以在进一步的回味一下哈 可以呃 会有更多的思考在里面 好呃 呃那我们今天 呃 这个 郝老师的讲分享就到这里结束 所以我们再次感谢郝景芳老师 因为郝老师现在是在国内的 所以是一个星期一早上起来七点多不到七点就开始上线跟我们在一起 非常辛苦 谢谢郝老师 然后也谢谢我们的合作伙伴 呃各位合作伙伴刚才苏老师有提到了 呃我们有有一些非常 棒的合作伙伴帮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次活动 然后让更多的家长受益 那我们的合作伙伴包括清华校友群 有点派 比林 盘施卓尔 还有哈发 哈佛妈妈群等等 呃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 我们这一次讲座 大家一起来探讨如何帮助孩子 更好的找到学习的动力 那么呃 新约汉语呢在中 中文教育方 也做出了很多的努力 呃我们的线上课程 是这样一个进阶的一个学压 完整的学压规划 在呃从学龄前的儿童呢 我们是来有一个甲骨文化字的课程 然后有小学课程 到了中学我们还会有ap的中文课程 呃我们的甲骨文化字是新约的一个呃明星课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里面是我们的 新约汉语的老师呃自己研发的呃用甲骨文化字 可以用来讲故事啊 啊还可以来讲呃 西方的文化也会融到我们的中西呃中国的甲骨文字里面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做到中西文化的 呃那么呃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统一的一个立体的各方为这个多维度的一个中国文化和中国汉语语言的对孩子的一个认知 教育那么呃呃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在孩子掌握了这个用通过甲骨文化字的学习方式 逐渐的掌握了一些汉字之后呢 我们就会开始进入小学课程 那么我们采用的是人教部编板的语文课本 同时又做了一些本土化的定制 因为海外的孩子和国内的孩子还是稍微有一些不同的 所以我们会融入一些本土化的呃呃中文教学的内容 然后孩子一直可以学到中学就会有AP中文考试的一个辅导 那还我们对孩子的中文考参加AP中文考试的目标都是我们华裔的孩子都是在四分五分 呃所以呃刚才我们也讲过了新月汉语在这个中国的呃地理文化人文文化方面也在做出呃人文文化的教育 方面也一直在做呃平行于我们在线课程的很多的公益活动 那么比如今天呃这里在讲到的就是我们接下来从四月开始新月汉语就推出了呃地理人文系列的公益讲座 我们在每个月的第一个周日会展开也是通过线上zoom的方式 带孩子们去周游中国这个活动实际上是接续我们呃成一月到二月之间 我们和东北财经大学举办的一个汉语桥的东令营课程那当时也有呃两三百个孩子和我们一起在线上每周和老师们一起了解中国的文化的时候会简直 啊一起到一个城市去那么我们感想非常的好就有家长来问我们呃还会不会有这个课程但是我们东立营是因为只是冬天这个时段所以非常的短到二月份就结束了于是我们就从四月份继续开始来开启一个新的公益呃公益讲座的系列 那么我们的第一次课程就在下周四月四日星期日美西的下午四点美东的下午呃晚上七点这个时间我们就会开始第一次公益讲座 所以呢刚才有呃老师有呃有家长们问如何加入新粤汉语的大群那么就可以在这里扫我们的二维码联系我们的客户进行报名呃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公益讲座 好那最后就在这里再次感谢各位家长来参加我们今天的活动感谢郝景芳老师和我们的呃各位好呃非常好的合作伙伴 好谢谢大家 哦刚才有家长问我们会不会有录像回放会的我们会把今天郝老师的这个录像整理到新粤汉语的YouTube频道上大家可以回去回放然后我们之后也会有一篇呃关于今天讲座的一个推文在新粤汉语的公众号新粤在线汉语的公众号推出来 帮助大家今天的讲座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